最近很夯的 磕在我心底的名字 我可以喊那個歌詞吗 我找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笑得太开心了 所以导致于这个女明星 女歌手她的那个喉咙 我现在尽量不要触动她太高的情绪 我要让她把歌好好唱 我真的意外体质 1 2 3 磕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于是谎言说了 一次就一辈子 曾忘顾跟世界对峙 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会再爱一次 你平常这样录那些cover的时候 你也都是会选一些 可能最近很夯然后大家会喜欢的歌 对我还是会选一些最近很夯的 但其实还是会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主 可是也是都是你喜欢的 是我喜欢的 下一个我觉得也是最近蛮红的 红莲华吗 对红莲华 你知道她那时候演我真的超爱的 你超喜欢我超喜欢 还是你看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 马上去 可以吗 可以啊 你看我甚至歌词之前还没有关掉 所以你平常会常听日文歌吗 其实我不常听日文歌 其实因为刚好 对因为这个动画 所以你有在看 有我有看 因为本来是没有看过 就很红而已 要看是不是 真的很棒 你有看到哭吗 电影 我看到哭啊 而且我发现我没有 我哭的地方大家都还没哭 然后我就先哭了 Sinna的 真的 所以是要会哭的人是看完卡 看完之前的动画再去看电影 会更有感觉 还是我第一次去看就会那个 我觉得第一次看就会蛮有感觉的 因为它其实不会影响到剧情 就是不会影响到你对角色的了解 那你要唱演还是要唱红莲华 唱演好了 好 好 也是很难唱的吗 Yeah 还是其实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难唱的歌 还是有啦 还是有啦 对还是有 我自己的歌就很难唱啊 对你自己可以吗 超级难唱的 好来啰 好 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讲啊 因为刚刚健行就有讲到说 他觉得你唱日文歌是很有味道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耶 就是 因为你是找朋友学日文 还是请人家教你 找朋友来学日文 他就一字一句教我 但我爸爸其实以前 我听那个日本演歌的习惯 我就不知道是有吸收到一点 我可能是不知不觉的 就有吸收到这样子 I don't know 可能吧 可能吧 我刚刚听到你唱那个演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 请问我想要发问一下 魔法抖REMI 它有歌可以唱吗 魔法抖REMI 是小魔女抖REMI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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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刚有说你会唱动漫歌 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 会不会各式各样的歌 你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 诶 那个怎么唱去啦 我不知道啊 它有歌吗 它有主题曲啊 那还是其他的卡通歌你会唱吗 我在想我在思考中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安安安安 冬德鱼大好き 托拉エラム 你要深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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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用你的方式 是这句话 OK 安安安安 冬德鱼大好き 托拉エラム 哇 你很强耶 你很强耶 那画妈妈画妈妈可以吗 我想想哦 嗯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 你好凶哦 诶 perceived 是 交互喇喇喇喇喇喇喇�93 交互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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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rease 你到底唱出自己的味道耶 I don't know 前面還在那邊深情唱科宅 然後後面變哔哩啪啪啪 哔哩啪啪啪啪 好,那我再私心點 玫瑰少年或年倫說你先擇一好了 玫瑰少年跟 年倫說 玫瑰少年 好,等我一下喔,我插歌詞喔 我真的太久被唱了 你背歌詞會跟你講很難嗎? 你自己的歌 我其實一開始還蠻常唱錯的 我老實說 而且你沿著我剛剛唱錯我們也不會發現 對 好 1,2,3 那多玫瑰 沒有荊棘 最好的包袱是美麗 最美的盛開是粉筋 別讓誰去 改變了你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 會有人全新的愛你 好厲害喔 太好了,沒有彈喔 我散開了 我覺得你趁著唱歌好好聽喔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唱歌給大家聽 我覺得真的是 也算是造福我們很多人 就是 對啊,應該很多粉絲會把他們的那個 心情寫給你吧 很常,就是他們其實會很常問我一些 人際關係方面的事情 會找我諮詢 對啊,那你會回他們嗎?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個年紀一定會有很多的困惑 然後那些困惑都是 就是我還年輕的時候 我還在讀國中或高中的時候會有的 所以我其實會回答他們 你會回答他們嗎? 我會跟他們分享我自己的經歷這樣 就不會太over那種 那這樣子齁,你要趁這個機會你分享一個 例如說他們最常問你什麼問題 然後你覺得你的回答大概是什麼 這樣子 因為說不定有可能其他人有遇到這個問題 只是沒有機會寫信給你或留言給你 我覺得大家非常常問一些有關於人生夢想生涯的事情 就是他們不確定自己是 到底要不要往他 往這個方向走 他不太確定他的夢想到底是在哪裡這樣 然後其實我都會以一個 一個視角跟他們說 其實沒有夢想或是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才是一個蠻好的 蠻好的點 因為表示說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去讓你 去探索這樣 你跟我的切入點超不一樣的耶 真的嗎? 因為我原本如果聽到別人跟我講說 我沒有夢想跟那個話 我會覺得蠻替他擔心的 對,就是想說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很明確我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一直往那個方向走 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我記得我快要畢業的時候 有一票的同學 或者是在升大學的時候選科系的時候 會有一票的同學 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對,他們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他們就只能夠說 那不然我就先選一個最傳統的 可能是什麼什麼戲 什麼什麼戲這樣子 就這樣順順地走上去這樣 那我就會覺得說 那沒有找到目標跟夢想的人 好像會有點可怕 可是我覺得你剛剛講的一個很好的 就是讓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耶 就是那也代表著說 你有很多試的機會 對啊,你有很多試的機會 就是你還不知道這要幹嘛嘛 但是你反而可以試更多的東西 因為像我就是真的一開始就很確定 我也是跟你還蠻像的 就是一開始就確定我要走唱歌這條路 那其實很多事情是比較少去接觸的 但是正因為你有這個不知道要幹嘛的心態 所以你才知道說 很多事情都可以去嘗試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壞事老實說 正能量女神耶 真的 對,因為我們有想過這件事情耶 對啊 用不同的切點 那因為今天你來之前 其實我們也有目擊一些粉絲的提問 好啊 我們來看他們問什麼好了 耶 我記得我印象中有一個人問你問題 是問說為什麼要叫Nasi 為什麼要叫Nasi 我不記得有邊喝咖啡吧 不會啊,沒事沒事 對,我剛剛都卡彈那麼嚴重了 也是 怎麼喝怎麼喝 對,也是 對 為什麼要叫Nasi 為什麼我叫Nasi是因為 對,我是賽德克族 很純的那一種 非常天然又純的那一種 所以我的中文名字的暱稱其實叫梨子 我國小到現在大家都叫梨子 這樣私底下 然後我想說如果把藝名取梨子 然後變成賽德克語應該蠻有趣的 就Nasi 後來我發現日本的Nasi好像也是梨子耶 所以是一模一樣通用的喔 通用的耶 通用的 就跟韓語跟台語 而且是通用 會不會有點類似這樣 緊夾 對,緊夾 緊夾,類似這樣感覺對不對 對 只是那個講話的那個Q不太一樣 對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粉絲有什麼提問喔 有一個人我先幫你唸出來好了 好 這個人是鼓鼓屢思維 哈哈哈哈 什麼 他說入行到現在最討厭的是 入行到現在最討厭 這個也是我蠻想問的問題 真的假的 我想一下我最討厭的事情喔 啊 可是這樣講出來也不好意思耶 然後就說 接受訪問 哈哈哈哈 不是啦 然後就超尷尬說 那不然什麼那我們還要訪嗎 哈哈哈哈 最討厭的一件事情喔 我拒絕化妝是一件很討厭的事情 拒絕化妝喔 對 我對就是 有時候化妝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會蠻累的 對 但我喜歡化妝是姐姐我先說 好,你是不喜歡化妝 還是不喜歡化妝化太久 化妝化太 就是 太 太久 化妝化太久 所以化妝你本身不討厭 不討厭 因為化妝化太久 會覺得有點累 會累 我也是耶 因為我有時候有一些 雖然大家裡面那麼豐富啦 我有時候之前會有一些 主持的工作是需要化妝 然後化妝的時候就 有時候會拉很長的時間的時候 就會讓我需要很早起 那我就最討厭早起的人 然後就想說天啊 然後就是在那邊弄好久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其實真的好像睡覺 喔真的真的 就是會覺得好心累喔 你是早起人嗎 我不是早起人啊 我大概都會中午才起床 那你那個討厭 化妝那麼久的意思 你覺得時間很浪費還是怎麼樣 就是會拉太長的時間 會滿想睡覺的 滿想睡覺的 好 然後這就回答了姑姑呂思維了 另外 這會不會太那個 對 我覺得他應該是想問我心靈層面 結果回答化妝 對 然後有一個問說 有一個是Canfly1019 他問說 到底有奪愛街巷 喔要奪愛街巷喔 你到底有奪愛街巷喔 還是其實還好像戀王可原 沒有啦 是沒有啦 欸想說這個 算了不要講好了 怎麼怎麼你講一講啦 你有夢過他嗎 我沒有夢過他 我當然也希望夢過他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對 J-Shun的那種愛戀 不是屬於那種 想要跟他成為親人的愛戀 蛤 那 真的 那不聊J-Shun 那聊說如果想要成為愛戀的人 有誰 愛戀的人嗎 對 天啊我覺得很難欸 一定有一個大賴的樣子吧 浩生吧 浩生吧 蛤 你兩個人很像浩生喔 對啊 所以曾經華不是 兩個人硬要比的話 因為兩個大家都很喜歡 可是硬要比的話會是想浩生 我覺得浩生還蠻像那種小狗狗 就是很可愛 你喜歡狗狗演的男生是不是 我喜歡 因為我一位也是有一票朋友 蠻喜歡像狗狗的那個男生 然後就是不知道在誰跟誰 不知道有一次我朋友想說 真的我好喜歡那些像狗狗的男生喔 然後另外一個講話比較多 朋友說那你去跟流浪狗講話就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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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好壞欸 對啊 你是喜歡那種看起來比較 那要怎麼形容啊 應該說是整個人散發出來的氛圍吧 軟軟的 我說話聲音軟軟的 我想說嚇死我軟軟的好像不太好 哈哈哈哈 嚇我一跳 不是喔 是說話的聲音喔 可是是他這樣軟軟的 那可是會讓你想要保護他嗎 還是是希望他保護你 還是會希望他保護我啦 可是我好像也不希望人家保護欸 我還蠻堅強的 真的假的 對啊 你談戀愛的時候也是嗎 嗯 也是很獨立的 那你會像在你天天就好MV裡面 這樣當工具人嗎 當然不會啊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允許這件事情發生 他如果跟你講說 你送我什麼什麼手機 嗯 那你可以嗎 我會考慮一下 可是如果是那種節日的話 不是節日 不是節日嗎 他說我要喜歡他你可以送我嗎 如果你愛我就送你 嗯 他剛剛這樣 嗯 你可以嗎 我可能要想一下 我可能要想一下 但如果我真的愛他愛都不行 那你就是會當作巨人的人啊 你剛剛還在講什麼不行 我要看情況 我真的要看情況 好因為我剛剛自己挑了兩個 然後現在給你看一下 你大概可以自己話 隨意話中 可以選說你想要回答誰的問題 他們好像蠻多問你活動的啦 真的耶 明年會不會辦演唱會 對 啊真假的啊 明年會辦是不是 明年會辦 不是年初 可能大概年中左右吧 那感覺這麼提早的規劃 應該是大型的 對但確切日期 確切日期還要再等一下 但就是 大概知道在哪了 還不能說在哪 欸你們的眼神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歡迎來聽歡迎來聽 大叔愛家請我們去喔 絕對會的 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問題 對啦 什麼時候要回歸尬聊啦 因為你之前不是都會那個 我之前其實會有一些直播的節目 可是最近因為這個行程 什麼宣傳都有跑的比較滿 所以通常晚上的時間可能都在 排在跑通稿 所以就比較少 但可能之後比較空的時候 會再回歸尬聊 你有規劃什麼時候嗎 我覺得應該是明年一月了耶 明年一月就對了 一月應該是 啊不對耶 一月好像還有事情 可能要二月 農曆年後 差不多 還是新年期 欸你農曆年應該有放假吧 因為農曆年是我們娛樂圈的人 唯一放假 放假的時候 要回去 要回去跟家人的 陪他們就對了 對 好一個人是問說 齒庭跑校園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好笑的事情 或有趣的事情 好笑的事情 總是在發海報的時候發生 就你知道有時候我發海報 其實有時候會 往一個特定的方向丟嘛 然後 就是有時候 可能已經有人已經要摸到了 結果就是旁邊會突然衝去一些人 就是會把那對海報把牆走 我覺得很常會到這種情形 那你有打到人過嗎 有啊 我刷到眼睛 蛤 真的 那你是不是要尖叫聲 對 然後我以為是大家太嗨了 然後 我這件事情 我真的還在記在心裡 超愧疚 那後來咧 後來是有人發現說 哦紙巾好厲害 就是發海報竟然吃到人家眼睛 好厲害 然後他這樣 他說 What 你確定這個比較厲害嗎 這個不叫傷害嗎 那個人還好嗎 那個人還好嗎 OKOK 他只是有心裡有嚇到 有嚇到就對了 就這樣就還是很開心 好你看看有沒有 哦已經有人問這個啦 你聽聽就好MV什麼時候看得到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說時間什麼時候 哦 你聽聽就好的MV釋出呢 是12月20號 對大家 就是這樣我們節目已經播出之後了 對 10月20號大家可以來 就是儘管把那個MV點開來吧 就儘管看 裡面有很多好看的畫面哦 我自己都很期待 對可以去看一下 那你最後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講的 跟粉絲朋友們說 嗯就是我還是在有在持續的在創作 然後很想要寫更多好聽的歌給你們 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 明年的專輯很快就會產出來了 而且我已經有想一些專輯的概念了 還不能說 你明明要發專輯哦 沒有沒有還不一定 我想說你的行程真的很慢耶 沒事忘記 對可能就是對 下一段專輯很快就會來吧 當然就是努力中努力中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好OK就是希望就是你持續聽到你很多好聽的作品 然後可是又有又能夠適時的有自己獨處的時間 嗯 大家也是一樣就是忙碌的工作前程當中還是 希望有可以跟自己好好相處的時間 這點真的蠻重要的 很重要哦 那也希望你下次唱笑容的時候不要再用海報睡到人 OK 我可知 以及祝福你唱歌的時候 彈閒閃 彈閃 好今天謝謝那個李子婷 然後也希望大家幫我們那個 把影片分享訂閱然後按讚 然後幫我們在Pocket上面拼五顆星星這樣子 啊然後要去聽我的專輯哦 美麗舊世界 美麗古世界 對 然後還有你的頻道 對還有我的頻道李子婷那希 對 好今天謝謝那希 謝謝 掰掰 掰掰